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次来到这个吉隆坡都很开心 因为有热情洋溢的你们 这个今天是全球直播 不能太爱你们了 不然全球的同修又吃醋了 师父是不是不爱其他的同修 实际上师父走哪儿都说这种话 都说爱你们 人家圣经说神爱世人 师父爱大家 这种广大圆满的爱 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发扬光大的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就掌声一下 那既然来了 这个感触也特别的深 今天就送两个大礼给你们 我特别心疼 这个昨天一天差不多接待了十几位同修 摆定禅身 这个大家都是想超越六道轮回的人 都想此生给自己的灵魂一个交代的人 那么肉身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保护这个肉身 使这个肉身能够多用一些时间 甚至把它炼成金刚不怪身 那这就十分重要 所以是反导还童的技术 不是没有 古圣先前给了我们大量的技术方法 但是大家有一个毛病 你们说知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毛病啊 什么毛病啊 懒就有个字 这个懒受不了 以前懒似乎就没办法帮你了 现在懒 那么可以用高科技的技术 你去养仓睡觉 睡一个小时出来 等你自己在家里练功夫练一个月 它可以通过高压氧 使你体内的这个细胞 饱和吸氧 这不是医院的那个吸氧的那个 是我们的meditation用的专业养仓 我们在新加坡已经使用了两个了 效果特别好 其中一个老太太 快八十岁了 那这个水肿 然后走路都不怎么走得动了 这个都要用轮椅带步了 就是能够走十步二十步就喘 结果是进去养仓第二次出来 我的天 子女在后面一溜小跑追他 甩开大步走 高兴的掌声一下 但是我们实验 在新加坡的两个养仓的实验效果是特别好的 那么这个吉隆坡的同修就提意见 那师父那么远 新加坡住宿又那么贵 疫情又不让我们去 我们又怎么办 现在有机会给你们了 我们决定在正面用两个 这是宋的第一份大礼 第二份大礼就是 每当来到庄严的吉隆坡道场 我就想说点什么 所以就决定 这个之前都没有决定 临时决定 给你们一个讲座 就是人神大战之舞的讲座 那么讲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 就是大家呢 就是一致以来 对自己今生奋斗的目标 是确定不了了 觉得成菩萨 成佛是个很遥远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既然实现不了 那就不作为目标了 很多人是这样的 这种的心态 那么所以是 对于我们此生到底要做什么 这一个糊涂账算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今天 以中国在汉朝时期的一部经典 叫太平经 这是一部道家的经典 那么来开始大家 我们人生路如何走 一步一个角色的 那么根据这个经典 我们就可以今生成就 你们要不要听 要听连掌声都没有 这也是送给吉隆坡的礼物 那么为什么说礼物呢 因为你们供养上师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随喜上师 拥护道场 那么把这个经典 这个在跨世纪的时候 这个讲出来 因为这从汉朝到现在 很少有人在去讲它 所以这份功德就很大 那这份功德 因为你们拥护道场 你说是谁的功德 当然是你们自己的嘛 这么是 所以这个我们要功德圆满 才成佛 你成佛成道 都是要功德聚身 什么叫功德聚身 就是你的这个报身如来 或者是你圆满成道 那么你非得要用功德 来把它聚集起来 再用这个光 用这个气 聚成一个报身 金刚不坏 这叫功德聚身 所以是大家经常拥护道场 特别我们在美国 加拿大 然后法国 欧洲等地 包括澳洲 纽西兰 我们在今年都有计划开道场 所以是也希望全世界的道友 都积极参与到建道场的工作来 道场建好了 师父就能去你那儿讲经说法了 那在那儿讲经说法的功德 都就是你们的功德啊 掌声一下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起来 你这一辈子要圆满成就 一定是靠光和气的累积 达到了一个量级 你才成就了 那这种无量光 这种透明气 叫元气元光 那么它怎么样才能够积累起来 那就是大家要无我 为利乐一切友情奉献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功德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人 只是为了自己的祖先 那这个就是福报 就是福德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我们这个阿弥陀经中记载的 不可以少上根 福德 因缘 得往生者 这里的福德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福报 一个是德是功德 要建立功德海 有了功德海 我们才能够利用 这个法界的无量光 无量的元气 名气 那么再聚一个金刚不坏的身出来 凝炼成一个金刚不坏身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入圣者聊 圆满成就 所以是这个 这第二件礼物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今天 讲经说法的功德 回向给你们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进入正题 那么一直以来 这个大家把我们这个修行者 到底是要怎么修行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那么产生糊涂的这个感受 很多人以为 这个能够有神通 能够帮别人处理事 这就是修炼 那么实际上 这是一种糊涂的看法 那么一个真实的 能够今生成就的修炼者 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我们提到的神人是人 不是只说神 神和人 那么加起来叫神人 神人分九等人 那么这九等人都是什么人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那么你们之前 全世界都流行一个电影 叫Superman 不叫Spiderman 是Superman 我的英语不太好 这个Superman 大家都很欣赏 这个神通广大 会飞 然后惩治恶人 扶持善良 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 那么往往把我们修行者 自己就梦想成为一个什么 这个Superman 然后成为一个超人 作为一个目标 实际这是一个时空错乱 这不是我们古圣仙强 让我们这些人 修炼的目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 如果把内神和外神 结合起来 真正的成就神人 我们是处于一的状态 什么叫一的状态 就是超越善恶的状态 那么Superman 他是专门承治什么 坏人的 有善什么 有恶 有症什么 有邪 那么我们这个 无论佛 道 耶稣 这些法媒的传承 包括伊斯兰 他都是强调超越善恶 在更高的层次上 去包容善恶 然后把恶的改良成善的 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不是把恶人杀死 是教化恶人归善 然后纯善流转 最后善也没有化成 无量的光和无量的名气 无量的道德身 那么这是我们教化 圣贤教化 至高无上的教化 所以他远远超越了 Superman 西方的这种 惩恶 样善的这种教育 他们这是塑造 个人阴性主义 大我慢 我是超人 我可以帮助你们 我可以救赎你们 那这个在我们大修行人的眼中来看 这是一种我慢的实现 那么真正的一个英雄 他应该是北见的 谦卑的 没有什么大能耐的 这种没有大能耐的人 他能帮助你有能耐 帮助你成佛 不是他成佛来拯救你 所以他应该被西方的教育蒙蔽了 错乱了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方向 以为我又要成为佛 我来拯救世人 我要成为菩萨 我来度你们去极乐世界 实际上这个释迦牟尼在经中讲得很清楚 我们不能度众生 众生只能什么 自度 那么我们不能度众生 我们怎么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可以用圣贤的理论 引导和教化众生 不单用圣贤的理论 来引导和教化众生 也引导我们自己去觉醒 认知我们自己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们自己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我们原本的我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尽虚空什么 变法界都是我 那么小又小到什么程度啊 拿入戒子之中什么 而不为小 当我们把自己的如来葬 画成一个名点的时候 它比戒子还小 是头发烧的百万分之一 今天科学家叫它量子 光量子 当它放在戒子里面 戒子如须弥山 就是我们把这个名点 放在戒子心里面去的时候 比例尺来算 这个戒子就像我们看到的 八千多米的什么 喜马拉雅山一样高 所以我们的名点小 就小到这个样子 一个光量子 这就是你 所以我们有个圣人叫老子 他说什么 见小月明 你见到这个小 你才真正的大明 真正的明白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时速的教育的失败 是我们执着于 这个肉身是我 我的思想是我 我的身体是我 那么产生了我知我见 并且执着这个我知我见 所以我们这两百年的教育 丢失了 丢失了 人真正是个什么东西 人来到这个世间 到底要干什么的教育 丢失了这个教育之后 我们现在人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物 不好听的就是动物 动物有什么追求 它就是失色的追求 就是要吃得好一点 有好吃的拼命吃 你看那个鸡 吃不饱的 看见什么就叨叨叨叨吃 看见什么就叨叨叨叨吃 一天到晚在那个土里 叨叨叨叨叨叨 就是他的工作 他啥事不干 就是拼命找吃 找吃 那么你们在干什么呢 掌声一下 想一点 不要不好意思 就跟那个一样的 天天叨叨的钱出来了 叨叨的钱出来 叨叨的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个六道轮回图里面 有一个鸡 很多人说为什么六道轮回图的心里面 有个鸡 对 那代表着贪 贪 贪婪 所以你们看你们养过鸡的人 是不是鸡一天到晚干什么事 就是在刨吃的 刨吃的 刨吃的 一天到晚干这个事 我们现在人一天到晚在干什么事 刨吃的 找吃的 找钱 找这个 找了钱去好吃的 到哪旅游也是找吃的 一天到晚在城市里 也是这好吃那好吃找吃的 那你不跟那个东西一样 对不对 这就变成了动物 那么找吃的过程中 我们有很多不顺心 不顺心以后你就产生了什么 忏恨 忏恨就像毒蛇 一不留心就咬你一口 一不留心就咬人家一口 还偷偷摸摸地在草丛里爬着 出来咻 咬你一口 忏恨 这就是什么 背后搞事的人 背后 用口舌伤人的人 这就是忏恨 内心的忏恨 嘴上变成刀子 伤害别人 用言语 用简讯 用各种各样的这些 我们说不正手段 背地里 背地里去告你 偷漏税 背地里去告你 什么什么 然后让你坐牢 为什么 恨 这个忏恨心特别的强 我就今生我不活 让你活不好 忏恨 这是毒蛇之心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 罪毒什么仙 给他们一个掌声 男的尤其要使劲上 使劲鼓掌 罪毒夫人仙 这个女的生气 你看 你忏恨心起来 你上当了 是不是 凭什么 罪毒夫人仙 你们男人仙 男人 像个娘们 更不 给他们一个掌声 整天娘们兮兮的 什么都气脚 对不对 什么都忏恨 怨恨 哪像个男子汉 大丈夫 大丈夫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唯我张飞 张大将军 英雄气概顶天 哪有婆婆妈妈的事 你看你们这些男人 在下面 婆婆妈妈 说东家长 说西家长 那你不像个娘们 那你也有妇人心 所以说你也最毒 在那背后里 说是非 倒腾是非 那么在这个里面 中心图 六道轮回图里 还有一个动物是什么 你们都没看吗 我记得我讲过 猪 我们说你这个家伙 蠢的像头猪 猪干啥事啊 就是好吃好喝 好睡 好享受 是不是 好赖不分 自己拉的屎 尿 也自己泡进去洗澡 在猪圈里面 对不对 好赖不分 香臭不分 善恶不分 美丑不分 每天只干一件事 吃饱了 睡 比鸡好一点 鸡是永远吃不饱 老是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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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晚上睡 睡醒了以后 又去叨叨叨叨叨叨叨 就跟你们一样 有的人说 师父 我没办法修炼 我说你干嘛 忙死了 哇 你比鸡还忙 给他们个掌声 鸡有时候还打个盹的 你连个盹都舍不打 天天在那忙忙忙忙 忙到最后 一窥坟墓等着你 死了 死了 你再有太多的 再多的名和利 金钱珠宝 也是一罐子灰 我们在新加坡 只能变成一罐子灰 你们还不错 能够变成土里的 一句此事 埋在里面 所以是大家要清醒明白 人是不是要这样活着 是不是要这样的来 走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咪咪灯灯的走下去 OK 那么我们不要这样去活着 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所以我们说 想成佛 想出六道轮回 就变成了一句口号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 佛陀所说的目标 老子所说的目标 耶稣所说的回去 上帝的乐园 这个和上帝永在 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 这样的一个目标 要不要且听下回分解 是个胡说八道 要这会儿就分解 下面就分解 掌声一下 且听下回分解 师父去喝茶了 不讲了 这中文水平咋这么高呢 OK 我们现在就分解 一经不义人 一法不义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 那中国早在几千年前的 这个太平经中 他就把人分成了九等人 那么大家待会儿也要对照着 看看你自己是九等人中的 哪等人 那最高的人叫什么人呢 他叫尾弃神人 什么叫尾弃神人 就是他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 若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什么 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使见什么 如来 所以如来是不是人 如来是不是人 老天爷呀 如来是不是人 你们是不是人 你们是不是如来 那你们是说如来不是人 给自己两巴掌 算了 不要打 掌声一下 算了 长个运气 如来是不是人 尾弃神人 是不是人 你是不是尾弃神人 是个屁 是不是说话 很不客气 你天天执着自己 长这个熊样子 是我 这个我的思想 是我 执着有一个 我的身体 执着我有一个 有我一个念头 自己不高兴的 就坚决不同意 自己那个烦恼的 就要去诚恨 天天在这个土里 刨石吃 你是什么 什么伪其神人 你是什么如来 但是你有如来种 释迦牟尼说的 众生 皆居什么 如来得相 皆堪作佛 因为迷 所以变成了众生 如果觉 当下觉 自己就是这样的 轻飘飘的 冲晒着天和地 在花里也是你 在那个鸟儿里面也是你 在那个万物里面都是你 你无处不在 你无所不在 你无所不能 那你就是伪其什么 神人 你是个人 你修成了 还原 他不叫修成 他叫还原成了伪其神人 这种人很多 释迦牟尼 他活着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伪其神人 但那个时候 他还活着 人们尊敬 称为他是佛陀 老子是这样的人 孔子见他的时候 跟弟子赞叹 说我今天见到龙了 你没有办法形容 那个老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他那个思想境界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思想 然后就像那个龙一样 这个 神龙 剑手 什么 不见尾 我看到龙了 那不就是说 老子也是伪其神人吗 那他就根本 就是说 你看他长个样子 但是超越了肉身的躯壳 他已经像广大圆满 无碍的 这么一个大 被流转的 这么一个生命题了 一会儿在天上 说天上的事 一会儿在海里 说龙宫里的事 一会儿在人间 说人世间的事 无所不周辩 无所不包容 这就是伪其神人 那修成圆满成就的 人 称为伪其神人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不但他自己成就了伪其神人 他引导着学生 修成菩萨的 修成罗汉果的 到他方这个世界去成佛的 有个法华经 他授记 把这些弟子授记 谁谁谁将来在哪成佛 谁谁谁在哪将来成佛 所以是 那么都是引领着大家 进入了这种 伪其神人之修 只不过释迦牟尼他做伪其神人 功得圆满了 那他那些 罗汉果的 罗汉果的学生 菩萨果的学生 是正在进行事的 伪其神人 就是他还没有圆满 他功得为圆满 功得为圆满 利乐所有六道 一切友情的叫菩萨 这个在我们的 太平经体系里面 称之为大神人 就是菩萨 那么在菩萨下面呢 他叫真人 真人 就是阿罗汉 就是不入六道轮回 已经金刚不坏身 所以是在这个太平经中 有这样几个体系 一个是无形 尾弃神人 一个是大神人 一个是真人 一个是仙人 就是里面说的 在佛经中 讲到的十种仙 有天上的仙 地上的仙 万物的仙 那么这个圆满成就的仙人 那么会变化 一会儿画一道光 你看见了 一会儿画一道光又走了 这个仙人就能变化 然后仙人之下的 一个次地叫大道人 大道人之下的人 叫圣人 那么圣人之下的人 叫贤人 他叫九等人 等是等级 安德斯坦 掌声 掌声 我的英语有进步了 那么贤人之下叫凡敏 凡敏之下叫农婢 农婢就是我们今天雇的用人 以前说的丫鬟 妇人 家里的仆人 也就叫长工 给你打工的 长工 就是比较 繁民是自由免 他自己有生意 自己有土地 自己在 叫耕种农 农婢是没有土地 没有自己的事业 给别人打工的 这种就叫农婢 那么这个九等人 等级分明 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老师讲的 无形伪器之神人 但他是什么人呢 所以是与元气相似 什么是元气 元气是透明的气 没有阴阳的气 已经纯洁 透明 这个我们所生活的法界 整个的超越 我们一百四十亿年宇宙的 整个的三千个大千世界 充充满满着的 就是这种元气 无处不在 它不是一股气 是透明的 能生成万物的本体 万物都是借着这股气 元气化生的 所以是 那么修到 伪器神人的时候 就像这股气 既透明 又无形无相 所以是不够不净 不增 不减 这就是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是你的本体 要用的时候 把它聚成一个点 叫聚精会神 用神 聚则成形 散则为光为气 所以这种人 他就是什么 伪器神人 他有人的躯壳 他可以把这个元气 元光聚在任何一个点上去使用 也可以把它放大使用 也可以把它作小使用 也可以什么上天 也可以入地 也可以去龙宫 所以我们看龙树菩萨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可以去龙宫里和龙王做朋友 然后把八十华岩从龙宫中 什么 取出来 在人间公开 他可以上天 跟弥勒菩萨学法 他可以去 到究竟圆满的果天 圣居天 见诸圣贤 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 动不动通 提到南方 什么什么佛 北方什么佛 东方 西方什么佛 上下什么佛 那他就跟他交道了 打交道了 那这些佛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华传统体系里面 他就叫伪器神人 要对上号 对上号 那么就是佛法才是在这个两千多年前才传入中国的 那么在佛法没传入中国之前 这个佛陀这个名词对应的这个阶级的次第就叫伪器神人 掌声一下 掌个印记 掌个印记 那么下面一种人叫什么人呢 叫大神人 这个大神人 伪器神人 没有固定的形状 所以是你们这个要求他的时候 这个他以你们希望看到的形象而与你相应 他众生当以什么身得度之 他视线什么身来度化之 猪求这个菩萨的时候 求佛的时候 佛菩萨就现一个猪的形状来度众生 那么鸽子求这个 这个伪器神人的时候 他现在就是个鸽子形象来度他 这个叫同类 同气 同语 就是大家能够听得懂这个话 对不对 你们去度鸽子 鸽子以为你们要吃红烧鸽子肉 跑了 飞了 不理你 你跟他说人话他听不懂 他跟你说鸽子话你也听不懂 你怎么说法 这种伪器神人 他这个变化无穷 他已经达到了 这个众生当以什么身而度化之 他视线什么 来度化之 所以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一定要托母 视胎而变成人 包括耶稣 为什么要视线变成人 就是只有他和我们一样 我们才能听懂他所说的话 看懂他所做的事 跟着他学 把他作为master 作为老师 跟着他学习 那么我们就能成就 那么下一个层次叫大神人 大神人 有形 那么大神与天相似 故礼天 这个大神人 比方说我们对应的斗母 斗母星君 斗母星君 他就负责逐礼天界的 逐礼天界的 日月星辰 都是他的儿子 他化生了天上的诸星的星君 都是斗母 南斗 北斗 中斗 东斗 西斗 所有的环天诸星君 都是这位母亲化现的 他是礼天 那么这礼天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 这个在佛法界 称为菩萨的这个水平的师尊们 所以是他们负责礼天 那么负责礼天 那么在人间 也有对应着这样的人 以前叫 他的职务叫斯天剑 斯天剑 这个他修炼 要修炼到能够跟天人合一 人天感应 天人感应的人 这种人才被皇上封成斯天剑 那么基本上 他都是修炼有成的人 可以帮助皇帝 以前的皇帝 去观察天相的变化 因为天相的变化 往往是三年后 在人间会实现 或者三个月后会实现 或者三天后会实现 那么他可以预警 可以通过人道的 这个人世间的一些改变 来人天感应 化解三年后的灾恶 比方说做法会 比方说祭祀天 祭地 那么就可以化解这些不好的气 使他回归元气 回归明气 这个地阴增扬 是着重地化成清清 清清地化成元明 一切的不祥就被化掉了 所以是以前的这个大神人 他是负责礼天 就是治理天 就是根据天相的变化 那么提出治理方案 帮助圣约来治理天 使天灾人祸不再发生 那么真人 第三个层次的真人呢 专而信 又信 说与地相似 故礼地 伪弃神人是礼弃的 这个弃不好了 阴弃太重了 他搞个阳气来啪 阴阳一合怎么样 放光了 都是圆明之气 天清什么 地宁万物就什么 永昌了 所以是伪弃大神人 他是负责礼这个 礼气的 礼元气的 礼这种无量光和无量气的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大神人 他是负责 观天相 礼天 通过天的事情来治理 这个我们在地上的事情 那么这个层次的真人 专就是他专心一致 那么他又信 信就是他很准 很准 就是信就是能够看到宇宙实相和生命实相 叫信实 叫真实 叫真信 他有这样的本领 所以是与地相似 大地是敦厚的 解实的 是不动的 是踏踏实实的 所以是那么跟地相似 那么他负责这个什么 地理 所以以前的师父带弟子 一定要学砍鱼术 专业术语叫砍鱼术 俗语叫寻龙 寻龙觉 一定要带弟子寻龙 寻龙就是什么 通过大地理的调整 去调整 这个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调整众生 由谜到绝 借地的灵气 来引领大众修行 这种人 叫地上的真人 所以这种人 他负责礼地 礼地以前的这个 国师 这个真正的国师 大师级的人物 在城市 要建城市在什么地方 坐向朝什么 这个方向 以前他一定要 登高望远 去观察 这个气 灵气 终秀于哪里 灵气要聚集在哪里 乘生气而忘 如果是 城市建在死地 建在死气之地 那么这里的众生就遭殃 众生 我们人活着 无非是什么 一口气 人争 一口气 佛争 什么 一炷香 所以人活着 就是争的那口气 就是用那个阴阳气 去化成原和 原明之气 使自己能够大明 而不被因阴阳所舒服 所以这种 放光 后面是玄武 前面是朱雀 左青龙 右白虎 环抱 是中堂之地 他们才拿来什么 建城市 就像你们基隆坡 将来有机会 带你们去看 那么你们后面的玄武山 就来自金马轮高原 左青龙山 这个就是 从金马轮高原 你在双峰塔看 就是背对着金马轮高原的 左手 延绵的山峰 移至到海边 右白虎峰 就是顺着他的右手 延绵 你背对着玄武 金马轮方向 他延绵到海边 那么朱雀尾 就是你们巴胜港的 这个大海 这个前面有照 后面有靠 左拥什么 右宝 那么自然就形成了 我们今天的马来西亚首都 所以是那么以前的真人 大部分被封为国师 他在国家的这个城市建设 乡村建设 这个要负责着帮助圣军 来指导大地力 大结构 哪里适合种农联 哪里适合做工业 哪里适合做教育 你看整个北京的紫禁城 就是真正的这种高人设计出来的 所以是这种叫什么 他礼地 那么第四种人叫仙人 仙人变化 与四十相似 故里四十 春夏秋冬 春天春暖花开 不能来冰天雪地 所以是 那么有一种人 他就负责着 他修道有成以后 他负责着调理春暖花开 不让冰天雪地来产生 夏天应该热 冬天应该寒 秋天应该凉爽 秋高气爽 所以他要把天撑上去 然后把地沉降下来 使这个秋高什么 气爽 而不是乌云 阴云密布压下来 那么这个众生就遭殃 所以四十之变化 表面上看是自然的一种行为 但是人可以使之产生复合四季的变化 是可以有修道有成的人 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 所以这些人大部分身居 深山老林 就负责着主礼四季 那么这些很多是天神 天上的仙 他们就负责着 风不要往这个方向寡 要往这个方向走 是可以调欲的 今天雨水太多 不要再下了 这里太干旱了 应该让它下雨 比方说是我们所说的龙神 风神 雨神 雷神 电神 这就是属于先这个层次的 主礼的这个调控 春夏秋冬 旱落 那么人修道有成 也有这样的本领 那么这次我们在金马伦 因为我们这个老子圣诞那一天 做了个小法会 做了个小法会 我们就准备烧一些火供物 就是护某火供 来供养法界 来超拔众生 结果是他们这个 就在下面点火 这个刚要点火 就乌云密布 雨就下下来了 你下下来了 那这是应该下的 不是不应该下的 但是我在这个楼上一看 我说这不行啊 这下下来了 这个火供就完成不了了 就影响这里的众生得度了 那我就跟天上的龙王讲 我说 暂时不要下这个地方 你们去别处先下 这里呢 等他们火供完 不然你们属于你们的那个部分 你们也拿不到 很多众生来抢嘛 在天上来的 这变成这个阴云密布 这个我话刚说完 立马就停了 我的女儿 娇娇在旁边 我们一行好几个在那 他说 哎哟 他们怎么这么听爸爸的 这么听话 说不然下去 立马就不下了 后来火供完了 又下起来了 说是 你要跟师父学什么 师父这个 在金马伦 寻他们这个老学员 在这个什么交流会的时候 我诉苦 哎呀 你们现在来享福了 就是坐着车 跑几个点 我们当年呢 那个就是 累死了 然后 还显得要命 还要爬 然后浑身是泥吧 然后怎么样的 当年那都是好几年前 移情之前 我们去调控金马伦的场 这是礼地 真人礼地 那个场有点乱 我们需要去建那个地 借天上的 借空间场 师父们的手 去把这个整个的南龙 这个气场 这个地理 调好 调顺 说非得人去 人能宏道 不是天上有师父们 有神仙们 他们自己能 他非得要借着你这个人去调 这就是真人的职责 以前这个张三丰叫张真人 这个还有个张不丹 也叫张真人 张三丰 这个还有天师 张道陵也叫真人 现在也有个真人姓张 认识不 掌声一下 你是不是真人 你要能干得了这个事 你不要吹牛 就自封为真人 那你能干这个事 调地理 那么经上记载着 他就是真人 再来一次张上 你不要遇到神仙 不知道是神仙 刚才我们的 他可以理四十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下面也是 在这个下面 扶枪部的地零点 要修炼的时候 哇 雷电 雷闪电明 然后这个乌云密布 小雨沙拉沙拉就来了 工作人员心疼我 马上就把雨伞支起来 要给我打雨伞 我说不要打雨伞 为什么不让师父 不让打雨伞 因为大家都在听我讲课 然后都没穿雨衣 也没打雨伞 他们天上龙神 看见我打着雨伞 他就敢下雨了 掌声一下 人被保护起来了 下下雨不怕 一看我这正在那讲课 头上冒光 一个光柱连通天地 然后他这一看 我的天 那这不能下雨 就是把那个姐姐 然后就周围都在下 就我们练功那个谷地 茶园他不下 掌声一下 所以是 很多人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这个不可能 这小雨已经下下来了 乌云密布都在头顶上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种人他具备了仙人的特性 所以是他就可以号令风 什么 风雨雷电 众神 号令龙神 号令天龙八部众神明 那这个他要有权柄 但他又是人 他又是什么 神 再次掌声 所以是你们 Superman能不能干这个事 怎么说 超人能不能干这个事 没有吧 下次我们自己拍一个超人电视剧 把师傅好好演演 我想这个票房肯定大卖 他只能抓坏人 我们可以调控时空 哇 这个太牛了吧 对不对 再次掌声 真的很牛 你们遇到的师傅 看着是个人 又肥胖胖的 这个不像样子 但是他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 掌声一下 长个记性 那么大道人 大道人常欲 沾之吉凶 欲五行相似 故礼五行 礼是什么 礼是可以调礼 治礼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阴阳师 这个用五行用八卦 给人算命 给人调这些事情 调礼这些事情布局 布一个什么局 这个局那个局的 他是不是大道人 不是 什么叫礼五行 礼五行 五行有因什么 有阳 有真 有叫原五行 这个在 即便是佛教 他在不叫金木水火土五行 他叫什么 他叫地什么 水火风空 地就是土 水就是水 火就是火 风是木 金木水火土的木 这个空 就是我们对应着我们的金 因为金属肺 肺是呼吸空气的 所以他叫空 地水火风空 对应着金木水火土 万物都是借着五行塑造的 我们人体虽然是各种细胞 各种组织 但是它真正的就是一个五行元素组成的 这么一个肉身 这个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的器具都是五行打造出来的 盖楼也是五行盖出来的 所以古人擅长用归纳法 不要用演绎法 今天的科技走了一个邪路 就是演绎演绎 太细了 有没有好处 有 如果不太细 你哪知道这个冠病是什么样的细菌呢 怎么去研究疫苗 但是不能光细 还要我们大修行人要用归纳法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树枝树叶归成五根树枝 五大树枝 归到五个大树枝上去研究 南方 北方 东方 西方 中央 五个部分来研究 用金木水火土五行 阴阳相克 相质 相横 相生 那么这样的生壳质化使它平衡 阴阳化光 都不要太阴 也不可以太阳 用阴阳五行调 调和的人才叫离五行 调离五行 掌声一下 不是说能看 用紫微斗树 用八字论 看一个阴阳五行 那个你调不动不行 所以大道人 他就能替人改造什么 命运 所以你遇到他以后 你想求富贵 他就可以帮你得富贵 你想求这个圣明 他就可以助力你成就圣明 但是前提 你必须是要修行着九等人 要真正利乐众生的人 他才肯帮你 掌声一下 你不是说 谁都可以请他去帮忙的 很多人请我 我就不去 有个杀鸡场让我去看风水 我就不去 我说那里没风水 只有怨恨 我不调 给很多钱不调 没办法调 都是怨恨 有一个方法就是 关了 就调了 掌声一下 杀生地 你调什么风水 很多风水师就敢调 我不敢调 对不对 哪有什么调了风水 杀鸡杀得更多的 调了风水赚钱更多的 杀鸡要杀更多的 哪有这么 你称这个魔鬼老师了 什么人的风水你都敢接 不是这个样子 你离五行 是要五行生和 不是去助纣为虐 那么圣人 圣人主和气 与阴阳相似 故里阴阳 真正的一个圣人 大部分是治理一个国家 那么现在国家 可以小到一个什么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里面的 这个家长 他就要圣人 特别大家长 这个五代同堂 四代同堂 这老头老太太就烦死了 这个整天难 鸡毛散皮的事啊 这个儿孙闹腾的事啊 要闹着风遗产的事啊 又在那七大姑八大蚁的事啊 这就烦死了 但是一个真正的 能够达到圣人的 老头老太太 他就不烦 为什么 把这个家庭调得 和和气气的 谁也不敢翻上座了 这就是圣人 你能治理一个大家庭 甚至是你自己 无论你是男的女的 你能让自己的家庭 能够和和气气的 和和美美的 整天在这个家庭里的人 都不添堵 不要动不动我堵得慌 我难受 你这样的人就叫圣人 不是说一定是去治理 做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 才做圣人 所以小到治理一个家庭 还有再小到治理一个生果 你能够让自己的内在的 心肝脾身肺五脏 都和谐不生病 那你也是个圣人 掌声一下 因为你调理的是体内的阴阳和气 五脏六腑都生和气 都充满着光和气 所以说那你就是圣人 自己的圣人 家庭的圣人 所以说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那治自己的国是什么国 那你是一个员工 你是在那个公司里的一个国民 你也要为这个公司的和谐 尽一份力 这就是治国 虽然你不是一个总经理 你不是一个董事长 但是你也能起到一个使公司调和的 发面粉的作用 能够让它都和和谐谐的 是水的作用 面粉都把它调柔到 那个面很和 很柔 很软 可以做东西的 这么一个调和的一个作用 调和机 你在那个公司 那个公司就和谐 那这也是治国 当然你们中间很多是自己是当老板的 那你就要方方面面的调和 阴阳调衡 你比方说是你是这个 你的客户 你也是跟你有很多争执 你能不能让他没有怨气 那你的这个供应商 你能不能让他没有怨气 你的员工能不能让他没有怨气 老子说和大愿必有什么 愚愿 所以一个懂得调和 和面的和 和面的和 现在叫调和 实际叫调和 怎么叫调和呢 这个你们和面的时候要做馒头 蒸包子 蒸饺 做饺子 做面条 那个面是不是要调到恰到好处啊 是不是 弄一些面粉 加水 一不小心水多了 怎么办 赶紧加面 一会面太多太干了 赶紧调点水 一直到水和面 这个 合适 刚刚恰到好处 哎 面揉出来特别的筋道 特别的柔和 对 这就是调和 啊 不多不少 刚刚刚好 刚刚好 恰恰好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刚刚好 恰到好处 那你是什么人 圣人 掌声一下 长记性 不是说哎呀 我又不当国君 我又不当首相 我当什么圣人 哎 哎 这就是什么的 啊 那么什么是贤人呢 贤人 智文 辩言 欲文 相似 故里 文书 啊 这个你们这个 呃 思维敏捷 写一个什么 呃 东西啊 写一份文件 写一个什么 呃 马上一一静下来 叉叉叉 提笔便写 啊 那就是这个 头脑是清醒的 智慧是踊跃的 心是定的 啊 那么诸恶又不不做的 这就是贤人 啊 就是遵守戒定慧的人 啊 就是首先他是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的人 另外呢 他是财思敏捷的人 还有他特别有定力的人 所以这种人是理文书 啊 并且呢 他这个财思敏捷 刚才说 所以他可以辅佐君王 来治理国家 治理国民 啊 这种是贤人 啊 贤人 所以是 那么贤人至闻辩言 欲闻相似 故里文书 啊 你们经常现在有一个行业 叫什么行业 文书行业 哎 对 你是文书是老板的得力助手 啊 所以是帮助老板 治理自己的这个企业 那文书乱了 整个企业会乱 啊 那么整天应该做什么事 工厂应该做什么事 研究室应该做什么事 财务部应该做 他要不乱 不乱就是靠这个文书去帮助老板理 哪里乱了 要及时提醒老板 那里乱了 啊 财务部是不是把钱都拿到自己家里去了 乱了 赶紧把它调出来 啊 生产部门乱了 没有原材料了 那个采购 采购员 采购经理 他不尽职尽责了 赶紧从那去改 他文书 他就负责协调着方方面面的事情 那这些是什么 我们叫黑白 要有黑白嘛 黑白你才看得清楚嘛 对不对 没有黑白它是个乱的 什么文件啊 什么到文书呢 都要整的什么 井井有条的 财务部的给财务部 采购部的给采购部 这个工程部的给工程部 这就是文书 那么我们自己会不会打理自己的日常 那你也要具备文书这样的才华 聪明才智和定力和不乱 文书乱了 整个公司就乱了 什么东西要都拿不出来 税务局来 你明明没有偷漏税 也拿不出一个证明来 没有黑白 所以必须自己一生都要有一个黑白 无论善和恶都有一个交代 都要清楚明了 这就是贤人 这就是贤人 你不要稀里糊涂 也不要什么都没有分类 善恶一不分 好坏一不分 对错一不分 连自己公司赔了赚了都不知道 掌声一下 那么这个糊涂成吗 对不对 这叫文书 这个贤人之文辩言 那第八等人叫凡民 凡民 凡民烂溃无知 一团烂糟糟的 烂溃无知 与万物相似 就像那个东西 我们经常说你这个笨东西 你这个蠢东西 对 与万物相似 故里万物 故里万物 那么去种田 去做工厂工 整天跟这些物打交道 那么他懂不懂 李文说不懂 今天要生产多少个不知道 已经生产了多少个不知道 卖了多少个不知道 赚了多少钱不知道 这种叫凡民 凡民 是只会干 不会去统计这些东西 然后所以是烂溃无知 就是只知道干干干 最后干了多少不知道 然后 第九种人 叫农币 农币 农币制财 制财 制就是赚钱 说白了就是一个赚钱 那么 欲财货相似 所以他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赚钱 赚钱 还是赚钱 掌声一下 这就是什么 欲财货相似 富则有 贫则无 可通往来 故里财货也 不是我说的 这是经通所言 这是我们这个太平经 这是咱们道家的源源 就是这部经之前还没有老子的 还没有这个道德经的 这是在之前的经 之前的经 所以这个叫太平经 就是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你内身过的太平 外身过的太平 国家的太平 宇宙的太平 法界的太平 要应用的经典 那么现在 大家就要把它什么 分分类 把谁分分类 你自己 我也不让你们举手了 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是 农币的 yes一下 肯定一下 我是这个等级的 这是九等人的最低等级 你只知道赚钱 只知道赚钱 赚钱赚到不要命 赚钱赚到死 我怎么做农币来 我给你自己赚钱 你死了之后 钱给谁了 掌声一下 你没想到这一点 你死了之后 那个钱能带走吗 那不能带走的 你给谁赚钱了 所以我们华人 有个很恶劣的心态 就是 为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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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妈 为儿女 为到你了 你为儿女 为到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又为儿女 儿女 为儿女 为到最后一场空 掌声一下 这是个很恶劣的心态 赚钱攒着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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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到老了 孩子把钱拿走 你不要了 成孤寡老人了 多少案例啊 你不就是农婢 一辈子为自己的儿女 打工啊 掌声一下 为自己的儿孙 在打工啊 这太没智慧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 农婢 制财 与财货相似 蠢啊 你满脑子就生了 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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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一个商人 富豪 来问耶稣基督 说 夫子 我可以上天堂吗 我可以去和上帝永在吗 夫子说 可以啊 那 然后妇人也不傻 她就问 说 那我怎么做才可以啊 夫子说 你把那个钱捐了 他有钱吗 把那个钱捐给穷人 病人 那些需要的人 你捐了 因为夫子他也不要钱 耶稣他 他没有家 他没有豪宅 没有房地产 不像现在很多法师 很多的这个和尚出家的也是要房地产 我这次去法国 这个一个庙 原来没有这个庙 后来盖的很大的庙 后来里面的人就告诉我 这个当家的城阿罗汉了 哎呀 我说 他神通广大 我说神通广大 未必是阿罗汉 他说他要来的 他现在只是让现在这个人替他管着 他是死了吗 死了 他说他让现在这个人替他管着 那么他转世再来 还要管这个庙 给他个掌声 这是阿罗汉啊 这是守财奴啊 死都不放过自己建起来的寺院 舍不得给人家 还要再来管理寺院啊 掌声一下好不好 说为什么现在 以前叫十方道场 就是你出家人 你不可以说那个寺院是你的 你建起来 是帮那个寺院建起来 你要建完了以后 你要游方去 这个寺院你舍了 舍给这个十方道场用了 舍给未来的方丈主持用了 未来的僧人来用了 你要去游方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道场 就是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山头 我死我将来还要回来 再打理自己的山头 你们还替这种人掌声 还替这种吹牛 这个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六坑清净 不再入六道轮回 哪也再来拿自己的寺院呢 人家一个阿罗汉 都放不下财产 你们为什么在人道轮回 想一想 想一想 放不下自己的房地产 所以你们拼命的上一辈子房地产 这一辈子要找回去 掌声一下 农笔 被财务所累 一辈子被财务所累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 所以是耶稣基督说 这个妇人说 你把钱捐了 捐了就 你再跟我来修道 第二个 第一个条件是你捐钱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来跟我修道 然后这个妇人听听摇摇头走了 耶稣基督就跟旁边的弟子说 我告诉你们 要让妇人升天堂 比这个 让骆驼从那个 这个针眼里面 缝衣服针有个小眼 穿过去都难 什么意思 我耶稣基督 我能够让骆驼从针眼里穿过去 我不能让妇人什么 升天堂 他身边的弟子 因为耶稣 他特别慈悲广大圆满 他怎么可能不让妇人升天堂 只让穷人升天堂呢 他的弟子就怪了 就问说 夫子为什么这个样呢 夫子说 一个人的心在哪里 记住 要竖起耳朵听 一个人的心在哪 他未来他就会去到哪里 这个叫心相续 你们这一辈子拼命 弄了很多房地产在人间 在吉隆坡 那么你们就一定心死的时候 还要什么 来这里什么 拿回自己的财产 这就是轮回的种子 轮回的根 为什么要舍念清静 舍念清静就是 这个我是有豪宅 我是有今生的荣耀和地位 但是我在自己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 全部什么 舍掉 舍掉 舍掉以后不再是我的了 有的人说 师父我是舍掉了 我都写遗嘱给我儿女了 惨了 这些儿女惨了 为什么 你是不甘心情愿的 要死了 没办法 才分遗产 你要真有本事 现在就分 现在就舍 舍不得 等死了再分 死了再分 自己死又不甘 死后 这个在天上一看 这些儿孙 这个你刚死 就开始打着算盘 再分遗产了 没个理你的 祭祀49天也不干 妻也不做 超度也不给你办 你就称恨 一称恨 就要回来报仇 你要是把这个 什么都不给她 你这个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她也没得分 她也不闹腾 她就假装着毛口耗子 还要去哭一哭你 她没别的心思 她现在忙着打官司 告兄弟姐妹 争遗产 哪有什么心思来哭你啊 哪有心思去 这个祖宗堂 祠堂去拜你啊 谁是没有智慧 这叫农币 替人家赚钱 又不心甘 又回来拜自己的家 破坏子孙后代 我姓张 这辈子我创下的财产 不是父母给 都是自己赚 那我死了 我会分给儿女 死后以后 我投胎到姓杨的 或者姓李的家里 回来看 这个房子是我的 这个地产是我的 为什么 你的灵有深深的印记 阿赖耶诗有印记的数 那真是你的 因为你前辈子是张普生了 就是你名下的 你现在死了 转成人家家里的人了 那我如果是贪婪心重的人 我会干什么 我会把张家的子孙的事业破败 只有让他破败 他才想卖房子 只有破败 他才想卖地 那我弄得他破败 然后我再花钱把他什么 买回来 这就是一个生死轮回之根本 这就是农币 这就是农币 那你为儿孙赚钱 为别人赚钱 你忘了你自己是一个 伪弃圣人 是近虚空变法 这都是你的 不是只是这片地是你的 这片房子是你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 严重的失败 整个地球 世界的教育 无论东西方 都在进行农币的教育 就是赚钱赚钱 only money 人家是only you 你们是only money 你看 是不是 跟鸡一样 跑跑跑跑跑跑 天天就是跑那点钱 太可怕了 当我们公开太平经 九种人 九等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人类 为什么到末法时期 人类都堕落到 只有钱的份上了 人情没有 我为什么喜欢你们吉隆坡 槟城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槟城 为什么喜欢 这个心里舒服得很 因为你们这里有浓浓的什么 人情味 是对人的那种情 不是希望从师父这得什么 而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关心 师父你还好吗 师父这个心里也有感应 有踏心痛 就特别喜欢来你们吉隆坡 还想累着不走呢 咋办 人活着不是钱 不是钱 讲钱赚钱 我猜你们马来西亚赚的最少 在新加坡赚的比较多 但是冷冰冰 冷冰冰 所以我是否考虑着 再一次移民 来换个地方住 你们好好修炼 感动我 我就来了 OK 这是经典的原话 九等人是不是我们只留伪弃神人 不是 不要搞错了 千万注意 我们都成伪弃神人了 人间不治理了 我们这个人世间不管 六道众生都不管了 我们都去成神仙了 都去成大道人了 不是 黄天疏之不多其心 也就是你们喜欢做农婢 老天爷就让你们去做什么 农婢 好不好 不好 不好掌声一下 不好你还在做 不是的 这个各安其味 各守其分 我们父可以兼几天下 穷则独善其神 孙缘分九种人 九等人 各道的人 都有各道人的修法 可以提升上去的 明白吗 不是说你现在做商人就有什么不好 这个不是这样的 我也是个商人 我也在赚钱 刚才还卖养仓给你们 掌声一下 也在赚钱 所以后面再给你们讲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就是各安其分 各尽其职 我们这个富贵 有富贵的生活方法 贫贱有贫贱的生活方法 在这个富贵里面 也是心安安的 在贫贱里面 也是心安安的 这就是道者 不是说 富就 这个子戏中商郎 得志便猖狂 傲慢得不得了 我有钱 我是有钱人 不是这个样子 那穷也没有自卑 因为你本身是伪弃神人 你再怎么穷 你还是伪弃神人 你再怎么穷 你还是如来 真讲穷 你们还不算最穷的 那谁穷啊 你看你们兜里还装了点马尼 对不对 你看那个鸟身上装钱了没有 你看那个山里的树装钱了没有 你看那个花草装钱了没有 真讲穷 讲钱的穷 马尼的话 你们还不算穷的 自尾一下 安心一下 掌声一下 但是就是那百灵鸟 就是那花草树木 它也是如来 所以是如来是金刚不坏的 所以说不要北见自己 说啊师父我最后归了 这九等人的第九等人了 这太丢人了 不是 如何在九等人的等级里面 各安其分 各尽其责 在这个里面去提升 才是关键的 不是说不去做了 都让你们出家 那我可养不起你们 对不对 你们得自己养自己 自己赚钱 自己花 全部都出家了 跑这里来 我拿什么养你们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黄天书旨 不夺其心 各从其类 不悟也 反之为大害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大家不明白 九个次第的高度 你之前只知道赚钱 只知道钱 别的不知道 现在是知道了 怎么借助你现在的地位 和现在的职务和工作 去提升自己成位 他不叫成位 叫还原成 伪弃 大神人 掌声一下 所以大家要扎根于人间 扎根于你现在的工作 和生活 日常工作中 去在日常生活中 做人 通过仁义 理智信 武德的修炼 有天的事要管 地的事要管 六道众生的事都要管 得天地人三才之德 这个叫 信空八德 利 能天 掌声一下 伪弃大神人 这本性是如来藏 按佛法来讲 是如来藏 是如来性 他是空性明体 他是光 他是气 不仅仅是光 一定要认识 他是气 所以说 他是光气 是明体 是东西 不是不是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 肉眼不可见 仪器不可测 那么如果 强明 就用我们今天科学家 给他起个名字 他叫仪态 因为科学家说 生成四大类物质的母体 叫仪态 所以我们借用它的名字 仪态不是东西 仪器不可测 到处都是 所以是 那么仪态生出了四大类物质 是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什么 反暗物质 所以是这种生出 所有物质的东西 我们称为道 在我们传统 祖根文化 中华文化 叫道 道是光 德 是明的 叫明德 所以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止于至善 在清明 所以皇天梳理 不为你的职责 什么都是皇天 所允许的 什么人皇天 都是爱的 这个皇天 就是指的法界 所以是 大家要懂得 我们各类人 如何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 行仁德 义德 理德 智德 信德 五德 作为基石 在这个上面 建出三重宫殿 下腹腔 胸腔 颅脑腔 你的宫殿 是天宫 地宫 人宫 人宫 叫皇宫 用这三个六合体 内具 无量光 无量器 叫 功德 俱身 在宫殿里 生出自己的 神来 这神 叫 元玉胜 三神 将来 他成就了 叫 三世佛 过去 现在 未来 佛 那么在我们 道法里面 他叫 三清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道德天尊 老子 一气 化三清 老子的本名 叫 伪气 神人 无形 无相 一气 化三清 变成了 天地人 变成了 原始天尊 在万物的心中 叫 灵宝天尊 万物都有灵 灵中 产生万有 叫灵宝 那么在 人 这个 下腹腔 这个地方 在 履地的时候 在地 就要用 道和德 来彰显 这个叫 灵宝天尊 道德天尊 所以大家也懂得 这是科学 这是高科学 高级科学 是大唯物主义 远远超过了 现在你们是狭隘的 4%的唯物主义 你们现在是 堕落在农壁的层级 堕落在繁民的层级 因为你们没有受过 更高档的教育 更高级的教育 不明了 九等人的尊贵 这是只是 在繁民 在繁夫 在农弊的教育中 并且不明了 要在这个阶层 要懂得 调和阴阳 调衡五行 利用自己的人体 建起自己内在的宫殿 使自己的太上 伟弃大神人 化成三清圣祖 化成三世佛 有三清圣祖三世佛 逐理你的颅脑腔 逐理你的胸腔 逐理你的下腹腔 去使自己今生 究竟圆满的成就成 伟弃神人 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 我们真正的明了了 传统文化 祖根文化的 这些等级之后 使我们看到了一条 人生路怎么去走 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 去升华 提升 进化自己 还是一个农民 还是一个商人 但是你的神的级别 已经提升到了 仙人的级别 大道人的级别 仙人的级别 真人的级别 大神人的级别 伟弃神人的级别 比方说你们面前的老师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个教师 只是一个teacher 你们尊敬一下 叫他master 他只是一个教师 他是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教师 一个人 称其量是个闲人吧 对不对 他在教化着 捉不做 众善奉行 在你们看 就是个闲人嘛 李文书的 对不对 教书呛 对不对 但是也是一个农币 为什么 我也赚钱 掌声一下 我也喜欢种点花草 我也是繁民 搞种植的 这个人在你们的眼中 他是个人 在法界 他可能是更高层次的神人 就是到了大道人这个层次 他可以把五行调和 所以说我在回来基隆坡的路上 去了我一个学生的家 之前他的家呢 我用神调过 就是那个时候在疫情 他搬家了以后 我不能来你们马来西亚 那么我用饰品调了 调了也放光了 他感觉很舒服 很殊胜 这个叫调场 调场是调气场 你们人有气场 宅子也有气场 无非是调里面的阴阳气 调里面的五方五行气 使他中和放光 中和放光 这次他在医保 我这是决定从槟城回来 基隆坡的路上 就没有想在医保挺一下 结果他就在家念证 师父能来医保多好啊 你看这个 哎呀 要来我家走走多好啊 走走多好 好吧 他这一念个不要紧 所以你不要乱念证啊 不要经常想师父啊 然后结果 我这个轮胎 刚换的轮胎不多久 结果居然爆 鼓了 懂不懂 鼓 轮胎鼓了 鼓了这开车 那个方向就 老是这样晃 三门大人呢 还想开回来基隆坡 这个我这一上手 哎呦我的天哪 这方向都 又下大雨 你这一踩滑出去 就拱那个山根里边去了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赶紧 前面有什么城市 医保 而去医保修社 这下他满怨了 掌声 你也是神人 你真念过师父的时候 好用 所以是要念念不忘 阿弥陀佛 念他好用 懂不懂 掌声一下 这个连师父都能够感应到 那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我们前两天干传的 这个牵手观音法 那好用 好好念过念过 所以是 最后呢 去他家 去他家以后 这个 刚好他在医保 这个 知道 让他安排修车 修完车 我说到你家坐坐吧 到你家 叫他家坐 让他大雨啊 下着倾盆大雨 这一看完了 这就不想 让我今天回吉隆坡了 我这还有很多事都安排好了 我就跟老天念过 我说 留我一会儿可以啊 不允许留我过夜 就一会儿会儿 然后我坐坐就走 就开出去不到两分钟 雨刷就停了 掌声一下 你们要念过 你们心里要念过 正念要提起来 有的时候念过念过 它就好用 懂不到 人天感人 天音感人 因为你是尾气神人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如来 自己念咒 自己好用 不是 所以你们嘴里要凸象牙 人家说什么嘴里不凸象牙了 所以不要说那个字 所以一定要变成象牙嘴 老凸象牙 都是吉祥话 都是圆满话 都是祝福 那你就在那个拨里面 就拨到了 同频感应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是如来 我今天遇到几个人 他说他的师父 说他接下来 因为他有个房子 原来捐给他师父了 后来他不干 他要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结果他师父就生气了 说你把房子要回去 你这一辈子要倒霉的 然后我就吼他 我说这什么师父 你还叫他师父 从今以后不愿意叫他师父 哪有师父这么诅咒自己的学生的 这叫哪门子师父 正常人都不可以这样 这不是邪师吗 你给他房子 现在不给了要回来 他就诅咒你 这哪门子的师父 他说他还问我一句话 那他说的话会实现吗 把我气死了 你的心坍塌 他明明是个恶魔 他这个诅咒你 你还去接受这份诅咒 给这种人打一把掌声 掌声一下 你们掌声实际上打 看看他不能把他打醒 自己愚斥到这个地步了 人家要躲你的房产 然后你就不给了 不给了他还诅咒你 你还要说 应该他诅咒我会实现的 这不是叫欠揍吗 再揍他一巴掌 掌声一下 你们千万要有智慧啊 哪有这样的诅咒人呢 还当师父 这什么 以后你们别叫我师父了 看下师父这个名词很臭 掌声一下 不要以为什么人能穿法 穿个袈裟或者什么 这就是师父 那这个邪魔外道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众 千万要求正法明 正法明的师父就是 你是佛 你是如来 你是伪弃神人 你去还原回去做自己的佛 还原回去自己做自己的伪弃神人 掌声一下 不是我 这个师父要帮助你回去还原 不是我去帮你成就 是你要成就 你要用师父的方法 要知道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伪弃神人 所以我们的教学 是从伪弃神人这个层次开始教的 不是从下面次第生 也就是你现在是商人 直接学老师的东西 在商人的队伍里成就伪弃神人 不用去到什么什么 去从政做个部长 做个闲人 还要去做首相 做个圣人 不是这样提升的 是在你现有的工作岗位上 直接提升到伪弃神人这个高度 一旦你成为伪弃神人 你就具备了下面所有人的能力 掌声一下 大家对自己修行有信心 我们是顿法 顿法就从你是如来 从道门来讲 你是伪弃神人 这个部分觉醒你 这个叫觉他 师父是觉醒的人 你们是没有觉醒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你没有觉醒 你本来金刚不坏的 这个伪弃神人 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 他在我们佛法里面 叫发生如来 我们的发生如来 我们的伪弃神人 和释迦牟尼 和观音菩萨 和文书普贤 和老子 和八仙 和所有的历代成真者 都是同一类的伪弃神人 同一类的发生如来 掌声一下 要长记性 只是你的工作岗位不同 但是你要从你现在的农弊身份 现在的这个繁民身份 现在的文书 贤人身份 去惊醒 明白自己是尊贵的伪弃神人 不要只是做文员 只是做繁民 只是做农弊 之前你们没有觉醒的时候 你们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做农弊 替别人赚钱 死了以后送给别人 掌声一下 所以现在觉醒了 我继续在这个商业里面 去做事情 我做事情为利乐友情 没有私心 不是为我的儿女 不是为我的家庭 不是为我的员工 我们将来很有钱 要学这个杜谱 师圣杜谱 他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一句话 他被封为师圣 他什么信念呢 这个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匹天下寒室居欢颜 你们要不要买房地产 要买 买了干什么 所有没有房子的人 一人送一套 掌声一下 一人送一套 大匹天下寒室居欢颜 说我们可以是房地产商 可以是一个普通商人 我们要赚钱 赚钱是利乐六道众生 六道友情 就像我们现在的清明节 马上要来了 那些孤婚野鬼 那些可怜英灵 那些因战争而死的人 那些因冠病而死难的人 那些生生世世 还在三恶道中受苦的人 谁来管 所以要有一种心态 我不管谁管 这叫舍我起谁 掌声一下 所以我们要做 不是为我的家族 为我的家人 为我的祖先 是为天下有情 六道众生 同生极乐国 尽此一报身 定当成佛道 去做 所以你不是一个宰相 你不是一个君主 你不是一个什么仙人 什么真人 都不要紧 从你的本分中 努力地工作 尽自己的本分 人有很多的职位 身份 你是一个父亲 做好父亲 母亲 做好母亲的职责 要给儿女爱 要培养他们 要引领他们 懂得久等人 养不教 父之果 要教养他们 让他明白 人的等级是不同的 人是很尊贵的种性 是如来种 是伪弃神人种 要给他这种教育 这就是父母 那你有可能是儿女 你有父母 那么就在儿女面前 在父母面前进校 你是个员工 做好员工 你是老板 做好老板 你是马来西亚的国民 新加坡的国民 你做好你的国民身份 尽子尽责 要拿税 不要偷漏税 要follow国家的法令 不要去造反 不要去动不动就反对 都反对这个国家怎么和谐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很多以前没有重视的 现在要重新重视 做好自己的本分 转换自己的身份 把每一个身份的都做到圆满 你就圆满了 圆满的人他就是佛 圆满的人他就是伪弃神人 掌声一下 所以说古之圣人 深诚之词 故不使天意 得要天心也 所以我们大修行人 在不在乎 在不在乎 一个人是什么身份 不在乎 这个人总有分工 没有清洁工 我们也不能生活 这个城市会恶臭熏天 没有修路工 我们的车也不能安全地驾驶 没有维修员 我们的汽车也不能够 如实到达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人 这个社会 是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 要学会尊重人人 你每一个人都尊重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都尊重 人家就给你尊重 那么这就是和谐 这就是圆满 我们自己要开心 每天你想着要开心 那你能不能每天 让别人也开心 真正的大修行者 想着自己开心的时候 他是让他今天 解读到的每一个人都开心 每一个人都开心的时候 我心什么 愉悦 每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我开心不起来 这就是菩萨 不能说这个别人都不开心 就你开心 这叫魔鬼 掌声一下 你们天天诅咒人 天天骂人 天天说是非 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不开心 你看到别人不开心 你很开心 那你是什么 魔鬼 掌声一下 说我们是天使 又是魔鬼 我们有权选择 不做魔鬼 那就是让别人开心 有的人说 别人开心 我不开心 那你还是魔鬼 你有点问题了 找张老师修理修理 你就好了 掌声一下 你怎么可以别人开心 你不开心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那么九种人 是不是原本他就是九种人 不是 所以人通过学习 名理 找名师指导 可以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当然这个你的职务不用变 刚才说你还是个商人 但是你是商人里的大神人 你是商人里的尾气神人 你是商人里的真人 比方说我是教师 我是教师 我是教师里的仙人 教师里的真人 教师里的大神人 教师里的尾气神人 所以不是你一定显态身份变化 不是 而是你内在的那股神 神起来 我们叫精神境界的升华 精神不是虚假的一个精神 而是你的神地位的升华 你要调动四十 你要调动天地 你有没有这个职权 这个职权谁授予你的 不是谁封你为天师 谁封你为真人 谁封你为仙人的 不是 你先要有这个什么 能耐 现在让你去当首相 你能当 我当不成 我没这个能耐 现在让你去当部长 你能当得成 不行 没这个能耐 所以人家有那个能耐 被选民选上来了 被首相封为部长了 对 这个封很重要 叫封 封你为部长 封你为连长 封你为军长 封你为元帅 那么人世间是这么封的 天地间也有管理者 你不要以为尹太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 这个96%的世界 就是乱七八糟 谁想封什么就封什么 不是 那叫精神病 那么有严格的 这个管理层 玉界天有管理层 色界天有管理层 无色界天有管理层 那么玉皇大天尊 统领三界 共管地狱 畜生 恶鬼 人道 修罗道 二十八重天 都归他的管 这里面的天师 什么什么 土地神 城皇神 都归他封 动物圈 修到一个层次 封为侯爷 也归他封 王爷 侯爷 伯爷 这些都归他封 所以大家要懂得 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为什么我们叫秘法 就是秘密修炼 有些人自己还没修炼出点什么水平 就张告天下 我学meditation 我在打坐 我在修炼 好像是他高人意的 那么嫉妒心很重 所以大家一看你这个 都来嫉妒你 都来称恨你 你招的什么东西啊 你是招的业力的反扑 大家对你的说三道四 大家对你的阻挠 你不让人家知道 无非是早晨醒得早一点 偷偷打打坐 无非是晚上睡得晚一点 偷偷恋恋气 为什么要昭告天下 为什么要跟家人讲 家人讲他们不高兴 你不讲你偷偷练 他看你越来越健康 他就高兴了 掌声一下 对不对 就这样吗 非得讲我在修炼 对不对 有一天他说老公 我怎么越来越老 你怎么越来越年轻 他说你就告诉他 你要吗 你要我教你 他说我要 不然的话我老了 你不要我了 你就教他 掌声一下 他无非是呼吸法 无非是神人的修炼 借借物的提升 你把张老师讲的 放开给他听 他明白了 你怎么你这个坏蛋 你不早告诉我 你说我早告诉你 我也练不成了 掌声一下 他就是这样 身边的人就是你的冤心债主 不然他不能干扰你了 有的人说 我要来修炼 我老婆不让 现在更惨了 现在不是老婆管你 说儿女不样 你看看 你年轻的时候 老婆老公管你 现在老了老了 这个儿女都管起你了 怕你走火入猫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 你无非说 哎呀 有个旅行团去金马轮 我好久没去 我想散散歇 我去旅游旅游 儿女还说 给你钱 去去去去 要不要包个飞机 送你上去 掌声一下 你说吗 我要跟张老师修炼之旅 然后一想 哎呦 这哪个大仙 又骗我妈 又骗我爹 不要去 倒是你们没有智慧 张爱住了 就是也是跟老板 也不是说出国旅游 说我去跟张大师修炼 现在江湖骗子太多了 老板为你好 也不让你 也不给你假期 对不对 你说是个憋坏了 这几年没老子旅游 我现在有机会去马 金马轮旅游了 我去旅游 那老板说 散散心吧 不然你那个脸就死人脸 天天好像欠你三百吊 然后你去散完心 心里回来开心 给我干得更好 你说你去修炼 你不是神经有问题吗 人家觉得你精神病 好好的不做人 干嘛去做仙儿啊 人又有智慧 understand 掌声一下 以后不要乱搞 但是我们真正明了的人 要知道人应当提升自己的级别 不应该这样的冤枉死 糊涂来人间一辈子 糊涂死 这应该提升自己灵的地位 提升自己神识的智慧 提升自己灵的生命力 使他更活力 更到更高层次的空间 去生活 要懂得我们人是一个人的肉体 和神加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叫神人 不是只是有躯壳 一堆烂肉 谁这堆烂肉都要化成灰 都要埋在土里的 不可能带走的 我们是借假修人 借这个躯壳来炼我们的灵魂 使自己的灵得以提升 使自己的神得以升华 所以是人应当修炼 提升自己 所以是故农必 农必里的贤者得为善人 善人好学得成贤人 你是经商的 你经商你自己行善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你是商人里的贤者 贤人 那么商人里的贤人 那么得为善人 善人好学得成贤人 你先是农必的身份 你好学 你成为贤人 因为行善 那么贤人又好学不止 升级自己为圣人 这个叫商圣 你是商人里的圣人 叫商贤 商人里的贤人 那么圣人学不止 知天道门户 你为什么能 这个调控五行 你懂的那个窍门 所以是知天道门户为大道人 听明白了吗 所以是你自己是不是 是个商人 你是不是懂了天地门户在哪 不懂 不懂你就不是大道人 懂了你就是商人里的大道人 你的神的级别 不是人的职务 是神的级别提升成大道人 不然你的神灵的级别 只是迷恋马内 就是浓笔的神 你不是真正的贤 神没到贤人地位 神没到圣人地位 神没到真人地位 大道人地位 是神的提升 显代工作未必要换 那么入道不止 成不死之事 更先 这个我们有十种先 其中还有一种叫灵先 灵先是动物灵 先到门的手法 狐狸修成仙 然后蟒蛇修成仙 那么大部分仙家都是善的 但是你们马来西亚南洋一带 泰国一带 印尼一带 这个包括印度现在 那么很多的仙家是不善良的 不善良的要复身 要吸人的精华气 并且这种仙家太多了 不是说动物不让成仙 不让修成真人 不是众生平等 他的灵 我们也做过动物 我也有动物式的转世的记忆 那么不但我 释迦牟尼也做过鹿 释迦牟尼也做过孔雀 在本圣经中记载的很详细 这没什么 是孔雀里的仙 这个鹿里的仙 那么我们也在仙道里修过 众生平等 皆堪作佛允许 但是就像我们人道 有不善有善一样 不善人 恶人他就专门整人 害人 善人他就专门帮人 所以要分清仙家的善恶不容易 你去拜仙家 仙家帮你 你不黑 这就是善良的仙 在新加坡就有个狐仙庙 人家没有说是王母娘娘庙 什么观音庙 人家直接就是打出的牌照 就是狐仙庙 雷神不打他 为什么他在那行善 专门帮人 亮着牌子来 他也不吸引你的精华 他帮助你 这就是正仙 这是十种仙里的正仙 十种仙都有什么善跟恶 包括天仙也有坏蛋 也不是这个魔道里的这个第六重天里面 那也是天仙啊 对不对 那也是天神级的 这不是说这个哪一种是坏的 这里面行善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的就是好的 那专做诸恶不做众善的 吸人精华 蒙蔽人的灵性 不帮着人觉醒 这种就是恶的 就是杀盗淫亡酒 坑蒙拐遍偷 做十恶的就是不好的 不做十恶 奉行十种善的就是好的 尤其帮助人 修道有成的 这是更好的 他就是处处你 帮你找师父 他是你有 我们在中国叫保家仙 保家仙你可能你的太爷 你的爷爷 这历代就是供奉的这个狐仙 特别在东北特别多 狐仙 莽仙 这个白仙 等等的 白仙是刺猬 刺猬仙 黄鼠狼 黄仙 这些都是十种仙的仙 但是不是权坏的 不是权坏的 那他专门行恶 坑蒙拐骗 偷这种 他就是邪恶的 冒名顶替 他明明是狐仙 他非得冒名观音菩萨 冒名往玉皇大帝 冒名这个什么的 这就是什么 假冒伪劣是坏的 之前给你们讲 我来行善 我告诉我是张博生行善 这就是善人 我来行善 我告诉你 我是李显龙 这就是什么 要坐牢的 冒名顶替嘛 对不对 你不是 你就说你自己是谁 不就行了吗 那这就是善良 你非得冒名顶替一个有身份的人 那你就是恶人 你就是坏人 要坐牢 人家没有授权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修行 所以是这个更先 曾不死 这些先家他就可以两百年三百年 正常的他多少年要死亡 他就可以不死 甚至千年的狐仙很多 万年的狐仙狼仙都很多 不是不允许他们修炼 都允许他们修炼 那么在这个法界都是平等性的 众生皆有佛性 皆堪作佛 那么先不止入真 从先修到成金刚不坏身 就是真人了 先他到一个层次还是有寿命的 长寿性 比方彭祖是人中仙 他也就活了八百年 所以先是有寿命的 那么到真人 他就是像佛法所说的阿罗汉 他就不死了 他就不死了 那么到了成真不止 入神就变成神人 就刚才说神人可以理天 可以理天 那么我一直强调2024年 我们的时空将产生大的转变 人类是每一百八十年转一次天盘 转一次天盘 这是天地旋转的一个自然规律 就像你们的时钟 咔咔咔咔咔 秒针跑 分针跑 石针跑 到时候到十二点 当当当当当当 他就叫起来了 天地 天左旋 地右旋 这本身就是一种 在转的一种天盘和地盘 在旋转的过程中 因为吸引力法则 和我们叫作用力法则 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法则 引力法则等等这些物理的力学的法则 在作用着我们这个空间中的万物 这是一门科学 威系科学 精密科学 所以我们老祖先发现 每二十年转一次运 总共是八卦九宫 总共是九运 九运的话 那么乘以二十年 是一百八十年转一次盘 那么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卦运 像离卦运 就是八卦走完了 走完了要回归中宫离卦运的 这么一个时空 那这个时空就必然是 跟之前的时空是不同的 二十四年它会转 那么转成什么 离卦上面一道什么 阳阳 下面什么 一道阳阳 中间是一道什么 阴阳 阴阳代表着天地中的空间中的万物 人是万物之主 人可以注定我们生活空间 生活的宇宙里面的祥和与吉凶 这是人 为什么人能宏道 人定吉凶 人定吉凶 那么人修道之人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就可以把天地盘定成善 师父为什么最近很忙 就是全世界跑去调控那里的气和光 调控营阳 调控五行 说既要做大神人的工作 又要做 既要做尾气神人的工作 又要做大神人的工作 又要做真人 大道人 仙人的工作 那么更要做什么 繁民的工作 还要什么 会帮着公司赚钱 又做农币的工作 掌声一下 很累 很累 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以前说师父神经病吧 他说他在调这个 俄乌战争他也在调 什么也在调 你们现在明白 可不可以调 你们认为能调 那我认为更能调 掌声一下 所以说无非是五行 阴阳 八卦 九宫 调呗 对不对 就像你们调面一样的调呗 调不调 不不就合了吗 但是那么我这次调控时空的特点 我就是都要登高 入山 你们到 我到马来西亚去金马轮 我到瑞士去了少女峰 海拔四千米 从上往下什么 哗叉一条 就是把天接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离挂正在转盘 梗挂运往那转盘 说是梗挂下面是阴的 上面是阳的 不和谐 离挂是和谐的 为什么 天阳我们人是什么 中间是阴的 阴阳是不是会放光 地是阳的 人是阴的 万物是阴的 是不是阴阳又什么 放光 人居其中 把天地都放光 我们的这个二十年的 我们所处的这个六核宇宙 是不是就大光明了 你们要不要参与进来 要就掌声一下 所以只有修炼人 才能去调衡阴阳 先从自己内身国的天调 颅脑腔轻轻 不昏沉 这就是你的天调好了 胸腔 每天是喜悦的 开心的 善心流转的 心调好了 下腹腔 这个然后温温 稍稍 暖暖的 然后充满着一个青春的活力 干什么都不累 精神饱满 地被你调好了 我就把指标都给你们了 掌声一下 所以说一定要练那口气 一定要用那个光 一定要用师傅教的 一系列的技术方法 才能真正的 使自己在这二十年的运程中 相应相合 那么我们在这二十年 大量的人就可以成为真人 成为罗汉 不死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 祭此肉身 是最后一报身 进此一报身 定当成什么 佛道 掌声一下 所以要记住 佛道是这样成的 这样你才能够积累 在帮助众生 帮助法界 调衡太阳系 调衡地球 调衡你马来西亚国家 调衡银河系 调衡一百四十亿年宇宙 调衡三千个大千世界 然后呢 你就功德圆满了 功德圆满了 叫功德俱山 你就真正还原回去做 伪弃大神人 掌声一下 你就成佛了 所以你没有功德 你不帮助天调 你哪里有天的功德 天的功德多么大呀 你不调大地理 你不让这个马来西亚 少一点水灾 少一点地震 风灾没有 所以你能够调衡到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马来西亚的功德 调好的的功德 就是你的了 因为你没为自己嘛 对不对 那你能够帮着地球 不战争不起 或者战争 硝烟刚起 让它熄灭 然后世界回归和平 那这个功德何其大也 掌声一下 所以你不要整天的 就是以为念念经 送送咒 我就可以成佛成不了的 你非得把这个世界的事 都当成自己的事 你非得把宇宙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 银河系的事 也是咱家的事 太阳系的也是咱家的事 三千个大千世界 都是咱家的事 那这个功德海 你就聚起来了 有了这个功德海 你才能够功德聚神 才能今生圆满成道 不是吗 只是空行口号 哪里可以成就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人应当提升自己的等级 那么什么是神 说了半天 什么是神 我们讲神人修 讲这个 一定大家要懂得 懂得什么是神 什么是神 这个神 无形无相 变化无穷之物也 所以你们之前迷信的理解 神就是一个神明 是土地公 是观音菩萨 而是这个什么神 阴神阳神也分不清 邪神正神也分不清 反正是这个所有的神 all in 全部拜 然后拜来拜去 拜着自己半条命 被这些邪神附体 鬼神附体 拿走你的精华 耽误了你的生命 浪费了你的青春 有的人说我一辈子侍奉神明 最后唠了这个结果 对 你本来可以不是这个结果 你就是因为乱侍奉神明 侍奉的是邪神 所以自己一生倒霉 因为你身上粘的都是阴气 什么是邪神 什么是这些不正的神 因为他聚起来 神无形 无硕 无方 神是气聚起来 成神的 掌声一下 那个叫聚精会神 所以邪灵 不正之神 聚的是阴气 叫阴神 所以为什么孔子告诉 敬鬼神 而什么 远之 为什么耶稣基督 不让大家去拜神明 为什么耶稣基督 让你相信 上帝在你的体内 是你的生命光 你应该在心中 自己的殿堂 这个身体就是神殿 要在里面去拜上帝 穆斯林也是让里面去寻找你自己的真主 寻到真主 就安拉 那么要佛让你什么 不要远求 要内求 道也是强调内求法 不要去外面拜 孔子更说得很清楚 敬鬼神 而远之 不要整天泡在他的阴气里面 被他的阴神 左右了你的思想 阴了你的念头 你兴奋不起来 消极不起来 提不起精神 整天昏睡 整天没精打采 如果你是这样的 你就入了阴神的圈套 你拜的就是阴神 阴鬼 阴气 聚的就是阴气 那好比一个洁白的海绵 你拎到墨汁里面 拿起来 是不是就黑了 我们人是圣洁的 人是尾气的 是无形无相的那些光和明 但是害怕染污 所以要无染就要远离 所以耶稣基督声明此道 说不要拜形象 不要拜偶像 要拜就拜自己内在的上帝 上帝创造人之后 变成人生命里的光 你要与上帝同在 就是和自己的光永在 你的生命光不丢失 你就永远活着 你的生命光没了 你就死了 就这么简单 因神因鬼 这些邪灵不正神 他是把你的躯壳当成他的工具 去装东西 装什么 装天地灵气 装完了以后 给他拿走了 他拿走的时候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把他黑气换给你了 他得到了阳气升华了 这就把你做成了鬼族 神棍 神棍 手里拿的棍被他用了 他千万要明了 不是我们说痛恨这些邪神 而是他不能使你自觉觉他 不能知道自己是伪弃大神人 要拜自己的那个上帝 拜自己的道 修自己的道 成自己的内在佛 不是去外面拜佛 所有的圣贤只干一件事 教你成佛 教你成道 帮助你成上帝 帮助你成佛 帮助你寻到自己的真主 做自己的主 仅此而已 不是要你们去做他的福荣 做他的农仆 台湾现在很多道场 你来你来把业力给我 学生问怎么把业力给我 把钱给我 就是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家里所有的钱给我 业力就都给我了 然后我下地狱 你们成佛 没听说过有这档子事 你无时节礼欠人家多少的业债 怎么可能 你就是把今生的钱财 庆家荡产地给某个人 你也不能消过去生的无良业债 不要用这种方法去还财 而是要把自己的身座功德俱身 颅脑腔腔用来放光 胸腔用来放光 下腹腔用来放光 五脏六腑的六合体里面都放光 细胞核里面都放光 你放出的无量光 可以把自己的黑子 在基因中的黑子变成光子 把白子变成光子 那些黑子白子里面都有记忆体 都有神 把他们度了去成佛 度尽自己有缘正生 缘满了才成佛 掌声一下 要记住这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是非得把自己内在的化光化气 才能成为伪弃神人 你才能成为大神人 所以仅此一个方法 所以是没有神 没有神 神是弃聚则成神 弃散则神散 这是我们这个肉身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高压养仓的使用 这个肉身的健康实在重要 我这次从巴黎回来导时差 导时差 你知道那里的白天是这里的晚上 这里的晚上又是那里的白天 这个遭罪 晚上两三点钟要吃来吃饭 吃完了又一丈又不能睡觉 是白天又挤着睡觉 这个阴阳颠倒 大家知道师父神通广大 但是这会儿啥神通也没 为什么气是乱的 我当与府的气是阴阳颠倒的乱 脑袋也不灵光了 什么画符也不好使 什么念证也不好使了 我这才是真正明白 原来师父告诉你 肉身是神气 是要这个气里面的核 气核 产生光 聚光 神灵了 你现在这个气里面是 五行是乱的 阴阳 这个阴阳是日月嘛 对不对 那个叫太阳石 所以你不能改变的 非得要七天 七天生理才跟你 心在的太阳石 硬核 咔咔咔咔咔 转七天 先天树 啪 好了 你变成这个时空的人了 这个时空的神气了 这个时候 气是气敏的气 这个肉身 跟这个五行合了 跟阴阳合了 然后里面 啪啪啪啪的都放光 这个时候把光气一聚起来 又领起来了 掌声一下 记住 不要逞能 不要以为可以离开这个肉身去用神通 离开这个肉身去 做神明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记住神 神无体 亦无方 他没有一个住所 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张卜生聚光聚气 他的神长得就张卜生这个样子 你聚光聚气 你的神就长你那个样子 所以是你们要好好修耳唇啊 然后 然后 不是去韩国整容啊 那整容那个模具没换呢 到处来还很丑啊 表面上换了 所以还是要修 这个功德聚衫 把三十二相好八十随心好修出来 那么为什么 好当模具用啊 将来你的功德聚身 聚则成形 聚起的光气 功德聚身 金刚不坏 是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神 这个气 气是气敏的气 这个气不能坏 要金刚 这个气要洁净 这个气里面的气要合 合气生光 阴阳碰撞才能生光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神 你万神才能潮离 所以体内的气不合 是不可能够真正的神起来的 那你这个大神人就是一句假话 大真人也是一句假话 仙人你也做不成啥事 你止语语不停 可能反正吓得更凶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人身难得 释迦牟尼也好 老子也好 特别重视我们人的这个形体 这个人身 告诉我们人身难得 瑕满之人身 是一个很好的宝气 神气 叫再道之气 所以我们要保养自己的这个身体 用这个身体的颅脑腔 聚起天之光 用自己的下腹腔 聚起地之光 用自己的这个胸腔 聚起五行万物之光 天地人三才在内和谐了 你用内和谐的场 释放出去在周围 或者把周围的场 银河系的场 这个一百四十亿年宇宙的场 一百四十亿年宇宙的场 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场 都调到你内身国里的和谐的光明无量的场中 那外场就被你光化 就净化了 你把净化的东西再还出去 还给太阳系 还给银河系 还给地球 还给马来西亚整个国家 还给万物 万物就被你什么 开光了 掌声一下 他就感恩你 你用其光复归了其名 他就被你度了 什么叫度众生 你只有用其光才能复归其名 只有内成才能外救 只有自己的内道场的光 生成无量 你才能用此光明无量 去普度三千个大千世界的众生 掌声一下 所以是阴气聚则称阴神 阳气聚则称阳神 真气聚则称真神 神本来是没有的 人死了 你不能聚精气神 神也就散了 所以是三魂各归其位 七魄散成 凡尘一物 尘归尘土归楚 三魂归天 天魂归天 地魂归地 人魂做守施鬼 守在自己的尸体上 清明节要到了 我们要祭祀祖先 他们以人魂的形式 在骨上面 在骨灰上面还活着 在土里面还活着 所以是既亡者 如既生者 他就是好像他还活着的一样 去祭祀祂 祭奠祂 那么清明节 它叫祭祀节 这里面既有祭 又有祭 祭是你要给他东西吃 懂不懂 要祭祀祭 祀是要延续他的香火 叫祭祀 不是你们烧烧纸就完事了 你们要给祖先供 我们这里是九天祭祀 供这个食物 供香煮 供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 甚至我们还有美酒 那有的祖先特别能喝酒 有的祖先就不怎么沾酒 为什么 我们每次祭酒的时候 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师父师父 你看你看 这个杯里面的酒 怎么就剩这一点 我一看 可能是我们山东人吧 特别爱喝 掌声一下 他就同样道吗 他怎么就剩那一点了 又不是你偷喝的 对不对 那肯定是由祖先来喝 吸那个气嘛 酒气嘛 那有的他就是满满的还没多少 反正每个杯都不一样 同样道的 最后那一晚上下去都不一样 那不是就有神明来吗 就有祖先的神来吗 所以是记住 那今天科学家讲到了物质的时候 提到他的颗粒属性 波动属性 那么在十年前终于承认 他有意识属性 也就是说 这个骨头 祖先的骨头还在 没有完全化成灰的时候 灰飞颜灭的时候 里面有颗粒 颗粒它有波动 它就有个场在 所以是来了 你受不了 感觉头疼 这个好像周围 毛孔之处 因为它那个波是阴波 你是阳波 它亲近你的时候 你有点受不了 这是波 那么十年前科学家终于发现了量子纠缠 知道这个粒子有意识 会思考 会思考就是祖先有骨头在 他就有心相续在 他活着的时候喜欢吃什么 你就要供什么 他活着的时候爱花钱 你就得烧金银纸给他 这是因为心相续 就像昨天的你是你 去年的你是你 今年的你是去年的心相续到今天 所以说你们去年想着赚钱 到今天还不死心 还想着赚钱 这是念念不忘 所以说你的祖先想什么 到他死了还想着什么 阿拉斯丹 掌声一下 所以你要祭祀 你要祭祀 这是因为他以阴神的方式 还存在这个世界 时间不早了 讲是讲不完的 慢慢听第六讲 OK 谢谢大家 留言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